满清亡国之后 民国成立到今天100年 这100年呢 不但没有人去 依照传统文化去做了 你讲的人都没有了 满清说你还有人讲 现在你讲的人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 比不上外国人 外国人学中国的汉学 学中国的历史 比我们懂得多 我们今天在外国人 常常是外国人也问起来说 我们不能回答了 他问那个 黎泰波是什么时候人 你晓不晓得 很多人答不出来 这唐朝一个诗人 那也问问过去典章制度更糟糕了 更陌生 所以中国的危机 古兽将不在于政权 政权丧失掉 没关系 我们中国传统 政权曾经被元朝蒙古人 取而代之 元朝是蒙古人 清朝是满清人 但是文化没有意识 一定可以复兴 文化如果是被灭掉了 这个民族永远不会复兴 那真理就是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 三个都忘了 最后剩下中国 可能中国在三十年之后 这个中国最后的一个文明古国 也没有了 任何力量 忘不了中国 只有中国自己人 不相信老祖宗 不相信中国传统文化 他为什么不相信 他不认识 这让我们很感到的悲伤的事情 今天我们有责任 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再兴起来 怎么兴起来呢 要提倡多古文 不难 古文都起来真有味道 那真叫精神粮食 那真叫精神粮食